921大地震后 为了挽救当时教育环境 以及协助偏乡小学建立自信 在民间空手道教练 与预演徐阿甘共同推动之下 先从国庆乡开始培育空手道选手 经过了十几年 也在很多偏乡学校 招募了无数学生 由于预演徐阿甘 无私奉献精神令人感动 有线内空手道阿嬷的称号 那些孩子们 我都把他当作是自己的 像自己的阿叔呢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平常的话 碰到我的话 都是称我是阿嬷 因为空手道的两位教练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我这个空手道的主委 他们就说 如果没有阿嬷的话 就没有空手道今天 在画面中表演的空手道选手 这都是过去从仁爱乡 原住民小学栽培出来的学生 现在只要高中一毕业 就有很多国立大学 让他们选择就读 前途是一片光明 像我们卡杜的 就是中生国小的孩子 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去招生的时候 我带着孩子们去那边表演 提供那样的机会 让孩子们去认识 认识空手道 所以就这样子口耳相传 偏向的孩子我们都觉得说更需要我们的帮忙 议员学阿甘说 协助这些偏向学生建立运动专才固然重要 但对品德要求也是他重视的一环 很信心这些学生都没有令他失望 只要他愿意学空手道 而且很认真学的话 一定有相当好的成绩 可以利用空手道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一片光明的人生 经过我们的团队训练出来的孩子 做人做事 纪律 守规矩 而且可以说是品学兼优 这个人品的部分 品德的部分 都可以说彬彬有礼 懂得感恩 经过各界的努力 目前本县空手道有很好的栽培制度 副医长叛逸权鼓励县业家长 若孩子有兴趣 不妨也加入空手道行列 米熊 华又华 综合采访报道